有许多美国新移民对于美国的交通法律不熟悉 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吃了一张罚单 严重的话还可能遭遇交通危险 圣盖伯警察局就从今年开始将严格加强交通安全执法 以及社区安全教育项目 洛杉矶圣盖伯警察局近期获得加州交通安全教育办公室 拨款的11万美元 目的是在一年以内加强交通执法和社区交通安全教育 从2010年起 加州交通死亡人数逐渐增加 至2015年已经增加到17% 占据最多的是行人以及脚踏车死亡人数 开销使用手机、服用药物以及酒驾 引发的车祸案例也大幅增多 圣盖伯警察局表示 警局将这笔拨款用于酒驾执法 以及脚踏车和行人的安全教育 新移民对美国交通安全法律不熟悉而导致的危险 像是行人不过红灯穿越马路 或是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等问题 这些都有潜在的安全风险 对于超速、非法转弯或是掉头 停车标不停车 遇到行人穿越斑马线时 不离让等问题也将严格执法 这笔11万美元的拨款以教育和执法 这两种最有效的方式来改变现状 圣盖伯警察局将在加州交通安全教育办公室的协助下 为圣盖伯社区民众自身的交通安全严格把关 中旺电视整理报导